有的英雄看似只有两个血 实际上比满血圆格都肉 吃了孙策整整一套 没死 顺便给孙策反杀了 没错 这就是圆流之子 孙策前期的强度也算是体零了 但在圆流面前还是烧训一筹 丧起来了 就凭你俩也想杀我吗 我说走就走啊 等会儿绕一下 我说走就走啊 等会儿绕一下 我说走就走 你要干什么 孙策 孙策 但 这不是重点啊 注意看下路 我们家蒜香被公孙黎单杀了 这个话重点要考 等我回到线上 蒜香又被公孙黎和桑起杀了一次 此时 事情就有些不对了 死了两次的射手 用最后的良知打出了四个字 真的你天 然后就直接去送 先给桑起送了一个 然后又给公孙黎送了一个 雨露君瞻 其实如果他被对面抓个五六回 也没人去帮他 他破防了 也能理解 问题是 撤蒜香就被抓了一回啊 直接就开送了 太过分了 给公孙黎咬这么肥 我咋打呀 这边我们先A边刷新一下被动时间 满能量的话还可以打一打 公孙黎 你真是静走不吃吃法走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四个走机 配合队友直接给他拿下 众所周知 这个版本有些特殊 如果对抗路开摆了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但如果射手开摆了 直接地狱难度 八分钟的时候下路高地已经没了 这算消害给他回城的 这还没完啊 他带个暖冬家园的回城特效 跟个新号弹一样 直接给他大肃命引过来了 OK了 又给大孙命送一个鱼鹿军毡 钟葵跟着他一些倒霉 不过这把对面大孙命出的是输出桩 极怕控制 所以说等他过来 我们见面就是几个走机 配合猴子直接顺便 他技能放不出来的 孙上香给他们送人头 他们肯定着急一波的 很多时候机会不是自己打的 是对面给的 就比如孙策 他不开大跑 撞回来 这不是给机会是什么 就是这波 吹起反攻的号角 没事啊 大孙命这波 被我们抓到了 配合队友两个走机 先给他带走 就是这波 吹起反攻的号角 没事啊 钟葵勾过来了一个人 好够 配合队友 直接给他拿下 就是这波 吹起反攻的号角 这次我真的要吹了 对面最难处理的是公顺利 你看猴子 借着龙兵跳棍过去 一下没摸到他 还被公顺利点残了 你别净肿 不吃吃法子 玩公顺利 秒了 人群中拿下射手 孙策直接开船 带人来撞我 你忘了前期 怎么被我揍的了吗 孙策 就你要杀我 终于 也是被我们拖到了后期 此时 蒜香也是送到了 0-9-0 我觉得他气应该是消了 毕竟也没人骂他 根据我对人性的判断 他找不到存在感的时候 就会觉得 送人头非常的没意思 此时 他非常需要一个台阶下 那么好 就让我来当这个好人 射手可以好好玩了吗 相信这句话 会像一缕阳光 照进他的内心 来吧射手 白海乌鸦 回头是岸 就让我们一起 这个好人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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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然是太阳了 太阳了